从今天开始进行校园集中接种BNT疫苗 桃园规划大圆高中和观音高中两校率先来施打 因为学校之前就已经有社区接种站的经验 因此准备起来是相当快速的 同时也提前两个星期进行胃教宣导 提醒学生务必要吃早餐 同时也暂缓体育课避免激烈运动 大圆高中共有1503位学生符合BNT接种资格 其中有1427位学生有医院入校接种疫苗 约占95% 另外有9位选择到医疗院所施打 学生表示施打前有点紧张 但打完之后安心许多 紧张啊 那刚整个施打状况如何 不会很痛 那打完之后有没有觉得比较安心的 大圆高中预计每小时接种300位学生 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 协助学生在校完成疫苗施打 就没有很痛 没有很痛 那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睡得好没有什么太紧张的感觉 有啦会紧张 由于学校之前早有社区接种站的经验 因此准备相当快速 除了有急救箱 轮椅等急救设备 更在两个礼拜前进行味噪宣导 提醒学生当天务必吃早餐 同时也暂缓体育课 避免激烈运动让学生安心 那还特别叮嘱这些学生 早上一定要吃早餐 那也告诉我们体育老师们 就是有关于这两周的体育活动 都必须减少激烈心肺运动的状况 然后让孩子能够身心都安定的 那准备接受疫苗这个动作 大院高中一早有两位学生 有晕针的现象 大致上接种顺畅 假使有不舒服的情况 也能请一到三天的疫苗假